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基隆鱼室人生鼎沸 老闆娘已抱 一大清早就到坎仔鼎鱼室 捕獲最新鮮的鮮流布拉蜜 我們是在地的基隆人 那其實是因為從小有點挑食 所以阿公每天都會到 卡媽店新鮮的鱼室 去買魚貨回來給我們吃 那後來是因為自己有了孩子之後 會更重視這個食安的問題 但是在市售的醬料 後面打開成分表一看 其實都是一堆看不懂化學名字 說真的真的是買不下去 所以後來才決心想要研發一罐 可以安心入口的醬料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文仔魚呢 把我們家從小在山豬上 這個幸福的味道可以傳承下去 食品相關科系出身的老闆娘 在食物這方面已經是專家 開始經營品牌之後 對於自家產品的原料檢責 更是格外重視 我們會嚴選當天現流的魚貨 因為冷凍過的小魚呢 吃起來會粉粉的 而且會出現一些腥味 那大小的話部分 大概就是1.8到2公分 是最適合的大小 因為太大的魚吃起來口感不好 太小的魚吃起來會覺得 又吃不到這個魚味 所以最後我們就是選擇這樣的魚 是最適合做成這個醬料的一個原料 那所有的辛香料呢 你聞到的味道 都是來自於最原始食材的味道 所以會吃下去之後 會自然的回甘 不會讓你覺得口感舌燥 所以有一次再一次的上癮魔力 其實一開始這個醬 讓我比較驚豔的是 它的口感很香 就是它而且它裡面料很豐富 我工作很忙 回到家我真的沒有時間 就是準備就是太多的菜 那常常就是用這個醬啊 光拌飯或拌麵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就可以吃很多碗這樣子 對 那會特別注重它裡面的 就是有沒有添加的成分 我早餐就是很喜歡 就是到早餐店買蘿蔔糕 那蘿蔔糕的那個醬料 通常會比較死鹹 我覺得我不太喜歡那個醬料的味道 那我通常就是在辦公室 都會備一罐就是原味跟辣味的醬 那這樣就是加上去之後 它層次就會變得很好吃 就是饅頭跟白飯 但是我覺得說白飯是平常常常吃的 那饅頭有時候偶爾吃一下 感覺饅頭是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配上這個布拉皮啊 就覺得味道哇真的很棒 整個口齒裡面啊 就幸福滿滿的 就很順口 因為味道清明百搭 又能吃到真材實料的香菇和布拉皮 每一口都飽足感滿滿 所以很多消費者 都把這罐布拉皮XO醬 當作正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也因為受到客人的大力回響 老闆娘也推出了獨家特製麵條 搭配醬料更是絕配 這一家的醬料呢 它本身就是比較清甜 清甜之外它不會油膩 而且它的小魚又很好吞食 小朋友吃我覺得也蠻好的 像拌麵吃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那個油跟醬 都能夠完全的裹在那個麵上面 那讓你吃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個小魚乾 也黏在那個麵的上面 你就這樣呼嚕呼嚕吃 我覺得如果小朋友真的 不喜歡吃一些魚的話 這個是很好的選擇 而且再來的話 又可以增加小朋友蓋質 我覺得還蠻一舉兩得的 延續傳統做法 全程手工製作 老闆娘堅持每罐布拉皮醬 都要新鮮現做 不會因為酒冰冷藏 讓食材失去美味 就算是大量訂單 也是始終如一 消費者可以放心的使用 熟做的東西 它本身就帶有一種溫度 那我們堅持遵循古法呢 並且使用天然食材去萃取香氣 沒有添加任何的人工香精 跟防腐劑 那就是秉持著這個方便料理 快速安心美味的這個精神呢 我們把這個滿滿的心意 裝在這個布拉皮醬醬裡面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更多的安心與溫暖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美味的前提是安心 安心的背後是不忘初衷的良心 那我們的初衷 就是希望把這個 記憶中幸福的味道傳承下去 所以你有沒有在用心做一罐東西 其實客人都是每一口 都是可以吃得出來的 那我們希望我們每一次銷售出去的 每一罐醬料呢 都是我們自己也敢吃的安心醬料 我個人會覺得說 做對的事情 比把事情做對來的還要更重要 那堅持要安心吃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再談一次 新的火吉利 本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